在平时生活中想买某些东西首先考虑到的是超市 在超市里不砍价你需要的商品每个价位都有 而现在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超市现在也出售汽车 在汽车的价格和售后上都比传统4S店方便 也不需要担心在4S店里售的销售员的忽悠或者对自己能眼相待 为什么汽车超市的汽车售价比传统4S店低12%到30%呢 这是因为汽车超市作为一个新型的营销模式相比传统的汽车销售模式更加丰富 不需要每个4S店来回折腾 除了5B4主奔波 还有在购车后的流程上方便顾客一站式的服务解决了顾客在实验上的问题 汽车的价格更加便宜规模大汽车种类多 汽车竞争力强降低了门市汽车经销商费用 汽车超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便利的样式 这种汽车超市方便快捷 适合大乘势的快节奏 另一种是展销式 以车展方式呈现 顾客可以在零距离的接触汽车 方便了解汽车的性价比等 从而选择出适合自己的汽车 中国汽车超市开始人较晚 但它的发展速度快 希望汽车超市的发展可以遍布世界各地 这样就可以让性价比更加好的汽车被更多人拥有